进攻或佛慈悲主与自己心性下功夫 修道入性的时候 其实世间一切都是如此 不妄想 不执着能遇也好 不能遇也罢 要能随遇而安 所以必须在自己心性下功夫 外有的名相越多 是挂爱 如果放不下就有你我之分 就有争执 有比较 那得为之心病 修道数年 要越修越提升 处理道场的一切事物 事后要放下 那才是自在心灵 如果你的执着不放下 痛苦跟随你 别人与我们合不来的原因 不是他人有问题 是我们的心有执着 自己没有发觉 总把错误怪在别人身上 一个不能反攻自行的人 他是不能入性 要用真心来悟道 道在细微处 道在生活当中 道在与人相处之中 道在行为言语当中 在举手投足之间 心有所思就现什么象 所以成于中行于外 圣人所说不假 所以要深入精脏 了解圣人修身养性 那一份很深入的功夫 你们心中有挂爱吗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些忧凡事 但你要学着自己去抚平 要使自己的心能够安静 大人要有大人的胸襟 大人要知天知地 要明天命 即使当我们觉得是最好的 不一定就是好的 因为在这个世界里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所以要学习 修道人有道格 讲师丹天职 要以身作则 要不令而从 对下方的人 要耐心教导 要学习宽恕 学习慈爱 不要当讲师耍大牌 那就失去修道人的道格 对于成上起下 要把功夫做好 那道才能连成一贯 道物才能推广 讲师与讲师一起 要互相尊重 互相学习 对于掌上尊敬 对于下方有爱 今天我们怎么修 下方的人就怎么学 当讲师是加重自己的责任 要明白讲师的使命 是做什么 对于道学也要充实 道理才能讲得好 才不会口出言语 物众生讲人意 说道德 处处与人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 所以要好自用心 佛堂有事要尽心竭力 不要推辞 有事见公义 无事见公难 一日修来一日公 一日普修一日空 老天给你的职务 是天觉 不是人给的 是你累积以来 有这个使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